這個就是連著一盞燈的風扇 這個其中一個 其實它有很多功能上的功能 就一定要開聲告訴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e 夏天來 家裡的風扇就開始出籠了 但不知為何每年都會發覺到 上年風扇會壞了 然後又要再買過 這個開玩笑 但坐地風扇放在家裡 一定都坐在家裡的位置 但風扇的樣子真的很普通 但我現在面前的一個是藝術品的風扇 是一個Dewoo循環風扇 你看到現在它有燈的 它背上有燈 如果有燈的狀態的時候 開風扇在搖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開燈 因為它的燈位都要搖 但當我們關機之後 它自己會歸位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坐地燈 這個是二合一的狀態 它自己會回歸的位置 那一盞燈就在下面的 在底部 高度又去到我們腰 到腰的高度 這個我建議可以放在 廳的梳化旁邊 因為不用它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燈 它還有三種光度 最光 中間 以及低一點的光 這個是連著一盞燈的風扇 其中一個賣點單 其實它有很多功能上的功能 就一定要開聲說給大家 這個是一個座地燈 樣子很漂亮 放在床邊 床頭也OK 它裡面就會有很多送風角度 即是你橫掃風扇的時候 有些叫做90度 但它最厲害可以去到120度 我現在給大家看它的正面 它是一個循環線 吹軟的角度 是遠到6米 我剛才試過的 即是它說是說6米 但我都真的拿6米去試 去走廊 是去到很近有很多風 但其實去到越遠都很大風 這個我做給大家看 這個搖左右 左右可以調30度 60度 90度 以及120度 120度有多遠 即是這樣 這樣 打橫掃 也可以上下數 上下也有50度 即是岳高頭50度 也有90度 如果我們把它 左右加起來 左右120度 再加上下 它可以在它裡面的循環線 將所有角度 死角 風都會吹雲 你知道循環線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 冷氣機開了之後 通常在某個地方特別冷 某些角落是沒有風 沒有那麼夠涼 所以循環線是幫忙省電的 即是你的冷氣不用開到很大 但有一個循環線幫你送風 對回一些死角位 這個就是循環線的功用 它還有很多功能 但現在我已經開到11度 已經叫做最大 我的麥克風放在旁邊 它很靜的 最大是11度 我再整大一個叫做12度 Hi Hi是最大的 我也覺得它的風很靜 很夠靜 我來看看它的操作 其實走到面板操作也可以 就是這樣按一按 它就已經有功能 左右30度60度 有燈、沒有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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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它那個面板都會有自動熄機 如果到了一個時間它就熄了面板 但是繼續功能用 風的模式都有幾款 就會有寧靜模式 還有一個環保模式 有夜晚模式 這些模式都是方便我們 譬如你不想自己調控的話 晚上也可以調教大風細風的 它就會再靜一點 晚上好像感覺不到它在動 夜晚模式它會自己調教 也有時間制控制 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想買一個循環線放在家裡 然後你要坐地的時候 因為坐地可以放很矮 坐地的話 這個就可以當作 坐地燈加風扇二合一 但是呢 我先示範一下給你看 如果你開著風扇在動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燈在搖來搖去 也挺有感覺 很好笑 還有一件事就是它的清洗 它清洗很簡單 就是只需要扭開下面一顆螺絲 然後在這裏整個蓋拿出來 可以清洗 有一件事就是 其他坐地風扇 大家可能不說不覺的 就是它脫不了電線 這條電線可以脫掉風扇 分離開風扇 到你收藏 即將來是冬天的時候 你收藏的風扇就容易很多 整座東西收藏 以前的風扇是會怎樣 有電線然後繳繳繳繳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風扇 對 這樣搖搖搖 所以如果你想對於放風扇 想有功能 想去循環送風 之餘 都如想跟家人沒有和諧的風扇 我覺得這個風扇是性價比很高 還有 內置是瓷吸的風扇 是香氛盒 可以打開將香薰滴在裡面的棉上 吹出來的循環風就會有香薰的味道